Hello大家好 我是路克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期影片我来教大家如何乘坐泰国的火车旅行 老观众都知道咱们频道的《坐火车游泰国》系列影片已经更新很多期了 那我也经常能在评论区和后台私信读到大家的留言 问路克 泰国的火车怎么买票啊 怎么查实时到站情况啊等等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按照泰国铁路的不同分类以及我个人的经验 总结了这一片泰国铁路旅行攻略 希望能让大家的泰国旅行多get到这种实惠又好玩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那也感谢大家的订阅 点赞 评论以及分享 泰国的铁路交通大致可以分成三种啊 曼谷市区里的MRT BTS属于地铁或者是天铁 比如蓝线 红线 机场线这些只有曼谷才有的线路 然后是一些特殊的旅游专线火车 比如去北壁府和去华福里府的水上火车 以及去华新的专列 这些都是当天往返的班次 最后是泰国各个府城市之间的长短途火车 由曼谷到清迈到苏勒他尼的这种过夜班次 也有去大城府 佛同府这种两三个小时的短途班次 我也将按照以上三种分类逐一分享给大家如何购票 以及如何实时查询到站情况 乘坐频次最高的MRT和BTS接下来就会讲到 大家继续看就好了 旅游专列的线路不多 我们穿插在这个时间点上 乘继长短途火车的分享在这个时间点上 篇幅比较长 我会手把手教大家如何订票和查询 实时到站情况 OK 我们先来搞懂MRT和BTS的乘坐方法 大家可以把MRT理解为曼谷的地铁 把BTS理解为轻轨或者是天铁 在曼谷市区内 MRT的蓝色线和BTS深绿色线 还有BTS浅绿色线 是大家经常会乘坐到的线路 MRT蓝色线是一条环线 内半圈经过拉袍 炸都炸 拉叉达 拉妈酒和唐人街这些游客经常光顾的区域 而外半圈就是肥差 塌爬 陶棚这些生活区了 所以绝大多数游客都只会乘坐它的内环 除了可以去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地方 还可以在扎都扎公园 而跑魂Utn和肃坤E三个站点换成BTS浅绿色线 也叫肃坤E线 到达泰国年轻白领扎队的阿里 胜利纪念碑 西洋中心购物区和娜娜酒吧街 还有曼谷的富人区 蓬蓬通罗以及夜店汇聚的埃格麦 同样我们通过MRT蓝色线 还可以在西龙换成BTS的深绿色线 这条线也叫奇龙线 这是一条出城路线 前往Icon西洋购物或者是达拉扑看曼谷新地标大佛 都可以乘坐这条线路 去四面佛和Central World 还有水门也都在这条线路上 而幻城站西龙本身就是曼谷三洋百货和伦皮尼公园的所在地 了解了线路分布那我们如何购票呢 不管是BTS还是MRT都有三种购票方式 第一种是每个车站里的自动售票机 在屏幕上选站投币拿票非常简单 第二种是窗口购票 我个人强烈建议大家在乘坐BTS的时候去窗口购票 跟售票员说站名他就会告诉你到达内站需要多少钱 在很多泰国的假日和公共的纪念日都有免费的票可以拿 这个福利仅限窗口购票 第三种购票方式我们统称为刷卡 直接在进站口你可以刷Visa的信用卡也可以刷Master的信用卡 或者购买一日不限次的日卡或每月30次的月卡 还有充值100泰铢起50泰铢押金的处置卡 都会让你免去排队购票的等待 查询列车到站的环中方案也很方便 一个Google Map就搞定了 输入当前位置在输入要去的地方 切换到公共交通这一栏 就能看到带有MRT或BTS标识的路线方案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机场轻轨线 我相信很多行李不多的观众 还是会选择搭轻轨进入到曼谷市区里面 毕竟曼谷是个堵城嘛对吧 曼谷有两个机场 从苏曼纳普机场进城的这条轻轨线叫ARL 然后它又分成城市蓝线和机场快线 区别在于城市蓝线可以直接坐到市中心帕亚泰 优点是便宜缺点是要停很多站 全程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而机场快线直接一站就到 马克森离拉马9很近 可以换乘MRT去到曼谷的各个地方 选择乘坐哪条线 完全看你的酒店在曼谷什么位置 从朗曼机场进来的线路叫SRT 也就是深红线 这是一条新开通的线路 从朗曼机场可以直接坐到炸都炸公园 换乘BTS 或者坐到总站邦苏 也就是曼谷的新火车站也很方便 由于这条线路才刚修完第一期工程 所以车辆的间隔会比较长 大家可能要多等一会儿 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刚才咱们分享的地铁MRT 轻轨BTS 还有机场快线 都没有说它的票价是多少钱 一方面每个人出发和要区的站不一样 票价自然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就是上个月车票还统一涨了一块钱 也不排除它后面会涨价的可能 这里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值 BTS MRT每站差不多是16-17泰铢 机场城市蓝线是45泰铢全程 好曼谷市区里的地铁和天铁我们就总结完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尽力来解答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泰国一些季节性的旅行专列 如何购票 大家可以在泰国国家铁路官网上找到当前再运行的三条旅游专线 第一条是华福里的水上火车线路 只有每年冬季才开通 后面两条分别是去北壁府桂河大桥和去华新的旅游专列 大家注意了这三条线路都是当天往返的旅游纯观光线路啊 并不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长短图的成绩列车 我们在购票之前先要在这个官网上注册一个账号 以后买泰国的各种火车票都需要用到 注册流程看这里 左边是登录右边是注册 在注册页我们首先要在这里选择外国人这一项 然后依次要填的信息是姓别姓名 护照号码电话号码 邮箱密码以及确认密码 填好直接点这里提交 大概一两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邮箱里收到确认邮件了 重新登录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官网预定火车票了 我们以去北壁府这条线路为例 点进去就会看到有两种不同的车厢选择 票价120元的是铁皮车厢 只有电风扇 240元的这一档就是有空调的车厢了 选择要乘坐的车厢 确定日期选择你要上车的车站 通常我们都会选第一个曼谷站 也就是华南鹏火车站 或者是第三个邦苏路口站 最后在这里选乘车人数提交 在下一个页面上直接点一下这 系统会为登录的用户自动填上身份信息 接着就是选座环节了 浅绿色的座位是可选的 浅蓝色的是系统默认帮你选好的 如果你想更换座位 先要在下面这里取消掉默认的座位 再重新选择 在选座的时候 我个人建议大家离卫生间远一点 从上面这个车厢布局图上 你也能看到这边是卫生间 中间是通道 最外侧的座位靠窗 黑色的箭头是车门位置 清晰明了一点都不麻烦对吧 选好座位我们就下一步到了付款页面 左侧是要确认的车次信息 右侧有两种付款方式 一种是用储蓄卡或信用卡付款 另一种是到车站的窗口付款 这个付款流程跟我们马上要分享的 泰国长短途成绩列车付款流程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放到后面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OK 刚才是泰国应季的旅行专列火车的 购票流程 现在咱们就一起来操作 怎样预定普通的成绩铁路车票 举个大家最常用的例子 从曼谷到清迈的过夜卧铺列车 还是在泰国国家铁路官网的首页 往返车票就把这个开关打开 关闭的情况默认是单程车票 起点我们直接选曼谷 终点选清迈 接下来是乘车日期和乘车人数 选好之后就能看到当天所有的车次了 后面的页面就跟我们刚才预定旅游专列 是一样的了 灰色的一等空调座已经售沁了 三等的电风扇硬座是这个价格 二等空调卧铺的下铺要比上铺稍微贵一点点 继续让系统自动登录信息 按照刚才我们分享的方法选择座位 进入支付流程 支付流程这里 我把它总结为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两种 线上支付可以用储蓄卡或者是信用卡 Visa和Master首选 运通在泰国好像应用的地方不太多 进到付款页面后 选择大家自己的支付渠道 就需要填写信用卡的详细信息了 支付成功后会跳出到出票页面 同时大家也会收到出票邮件 不需要打印车票 直接拿着自己的证件去车站窗口取票 就能上车了 如果大家选择了线下支付方式 就会收到一张预订单 把预订单打印出来 拿着去车站的窗口直接交费 就能换到票了 如何够票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我就要分享一个 我经常使用的在泰国查火车实时到站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泰国的火车那是经常玩点的 所以我们用Google Map查的火车到站情况 通常都不是很准确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百分之百准确 而且能实时看到火车当前位置 以及它延误时间的办法 大家赶紧收藏起来哦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浏览器 登陆泰国国家铁路的后台系统 输入你要乘坐的那般火车车号 就能看到它当前的状态了 最上面是延误了几分钟 下面是最近一站的停车和发车时间 再下面是列车马上要进站的车站 和预计离站时间 最后是这般列车完整的时刻表 这个时刻表跟大家在车站看到的不一样 它是已经把延误时间计算进去了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当前最准确的列车时刻表了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大家没有提前在官网上买票 而是像我一样经常看到一个车站 就进去随机坐一班火车旅行 也可以在这个查询后台上 直接输入当前车站的名称 就能看到接下来会有哪几班列车要经过这里 还有他们是去哪的 选一辆直接票上去 上车补票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上车后会有乘务员来检票 这个车站的名字和位置 我们可以通过刚才那个后台查询系统直接看到 乘务员就会告诉你票价了 这种情况仅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 怎么样 要说泰国的铁路旅行 按照我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 大家只需要组合Googlemine 泰国国家铁路的官网 以及手机浏览器 就能应对乘坐火车旅行时遇到的各种问题 有没有很方便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这样我们就能一同体验在泰国搭火车旅行的乐趣 哦对 由于影片里不能直接发网址链接 所以我会尝试着在评论区的置顶留言里面 贴上那两个网站的地址 一个买票 一个查询实时到站情况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 也欢迎留言 我是陆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影片见 老观众都知道 咱们频道的坐火车游泰国系列影片 已经更新很多期了 我也经常能在评论区 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机场轻轨线 我相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机场轻轨线 我相信很多行李不多 退